對高雄來說很緊張 因為在高雄涉及的海軍 有300多名最多 而且在當地的確診12例 所以高雄市場韓國瑜的疫調 做得非常的積極之外 同時他現在這兩天 也不斷的拋出防疫要升高規格的議題 他說是不是要對高雄4000名的醫護 和5000多名的公務員全面篩檢 當然也引起了高雄市的醫事人員反對 連數的人數2580人 他們認為有可能會造成拖垮醫療資源 造成醫療負擔 那麼陳生部長說 已經針對了1852名有發燒咳嗽症狀的醫護 進行了篩檢 全部都是陰性 所以沒有必要全面篩檢 是完完全全了打臉韓國瑜 那麼另外來看看冰島的情況 因為很多人說要普篩的是因為 隱藏了太多無症狀感染者了 那麼冰島民眾他們都是自願受檢 但是陽性的人看到非常低不到1% 但其中超過過半都是無症狀 還有另外義大利60個捐血人 有40個人呈現陽性 而且這全部也都是無症狀感染者 之前在台灣的指揮中心 好像是說目前血液當中不會驗出病毒 但是在國外在義大利在韓國就有捐血 有出現陽性反應的例子 所以看到這裡我想要聽聽醫生的觀點 就是說普篩到底有沒有必要 因為目前我以我的官方的立場來講 認為說以台灣現在的篩檢策略來講 就已經夠幼了 那麼當然反對的人都會認為說 因為偽陰性太多偽陽性太多 浪費醫療資源等等 是這樣嗎 對 我想今天 我先回答一下剛才 鎮壓委員講到說要空投那個 這是有趣的問題 不過我先跟各位報告 可能大家專業上面 還是要先講一下離親 我們台灣現在用的核酸系列 它的實驗室是有要求規格 它一定要是某一個 譬如說P2 Plus 你現在因為這個盤石艦隊 一集中裝備 它這種裝備沒辦法到P2 Plus 所以你其實送進去機器 它也沒辦法做 所以我先跟大家澄清 是他們 我不認為海軍不想做 他想做 可是問題是這個是實驗室 但是普篩是不一樣 其實我們很早以前就有監獄政府 對於淨外移入的個案 是不是前面檢查 就核酸系列全部檢查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努力再想一想看 潭石艦隊跟淨外移入處理的個案 都應該一樣 因為他已經是出氣 所以今天大家為什麼真的 我說我不是說今天 國軍海軍這些不當措施 我們應該不要去怪罪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我們是不是要預防 下一波偽炎 會不會再發生同樣的再出去 因為除非海軍都不要出去了 所以今天主持人提到說 其實我們對於艦隊這些 我就覺得應該給他檢查 譬如說你337個人要花到國家多少錢 你誠誠看你的核酸系列3500 337個人全部受檢 這個錢台灣花不起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到哪裡去他的疫情 像義大利剛才主持人講 為什麼60個艱險 義大利陽性率曾經高到60% 100個人就有60 因為他那個地方病毒非常多 當病毒傳播很多人的時候 他的空氣中幾乎都充滿了病毒量 你想在密閉空間他不會管 冰島跟台灣一樣 或許我們今天講的普篩 不是要對全民所有人都普篩 你今天健康照護人員 海軍在 國軍在做這種高級 所謂的群聚感染的這種特殊團體 他就應該做檢測 他不做檢測 我不是說我也替國軍講話 而是說你今天想想看 今天我們在部隊 我們都當過兵 那我們今天在超兵演練的時候 我怎麼戴口罩 我的社交距離 其實我在很多媒體 我都跟大家講 我說我們要去思考實際的情況 就是我們要下一步是要怎麼做 而我覺得我們對於很多的團體 都應該做檢測 因為台灣雖然是屬於陽性率或許低的 可是你不知道 隨時從境外移入的個案 會不會感染給本土 你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你今天檢測的東西 完全都以這種觀點說 發生了事件 再把這些人找回來做 而不是今天去鎖定 所謂的特殊的團體來做 因為我常常講一句話 你今天說我們要求100個人集會 不能讓他進行 請問這一句話有適合在金鐘嗎 我就倒回來問一個邏輯問題 金鐘每一個人都100個人以上 所以我們要講這個邏輯的問題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說盤實踐這個問題 其實到最後 我剛才其實已經跟主持人報告過 要回覆這個真相並不困難 我們大概都可以猜得出來 那個感染個案 他是在哪裡跟人家接觸上案 因為我已經強調 你最後抗體出來的時候 指揮中心的抗體出來的時候 湊上他現在的確診陽性 因為確診陽性是抗炎 抗體出來的時候加起來 就知道他整支船隊 感染的人數是多少 從這個地方倒推就可以知道 他的感染源從哪一個時間開始 其實並不困難 我跟大家講這並不困難 公衛科學的專家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這個 所以這件事情 民眾其實為什麼 我一直在講 民眾其實要的只是一個說明 說明清楚之後改進了點 剛才委員 議員 以及我們所有的專家都講 這些都是可以改進 所以你如果問我普篩 我當然覺得今天對於這些 有特殊要求的高危險情的 他們應該要做篩檢 而現在篩檢的工具開始在發展 已經不是核酸系列 他今天有抗體的也有抗炎的 國衛院也在發展 中央院也在發展 我們所有的單位在發展 預計很快就會產生 你產生之後是不是趕快就要提前部署 說我先做快篩 快篩完之後有陽性的 再去做我們今天核酸系列 而不是今天大家都一計畫 土篩 好像篩檢的工具只有一種 不是這樣 你現在偽陰性偽陽性是可以調的 有些醫護人員 他的精確性就要調高一點 有些人他的偽陽性就要調低一點 所以這個東西他是可以 快篩是可以調整的 不是說完全都是 像剛開始很初期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覺得 我可能有偽陰性 偽陰性我可能 不確實會感染給別人 如果我們把它放走 其實這些隨著兩三個月發展 國外他們都已經在做這個 台灣也應該跟上 做這個所謂的快篩的準備 提前部署 提前部署 我也不是說 所以我每次 我們科學家所做的監獄 並不是說現在說了 馬上就要做 可是開始就要部署 然後包括你現在 現在全球大家都要回工 每個人 因為經濟復甦 你回來之後 哪些人應該要做檢測 哪些人還需要在居家隔離 不做檢測 怎麼會知道他的切實狀態 這個普篩好像有其必要性 因為不是針對全民普篩 而是針對一些 可能高風險 群聚感染的 這個群體進行普篩 如果這樣聽起來的話 感覺有何不可 可是到目前為止 官方的態度一直都說 不必要 不必要 難免會讓我們聯想到說 會不會跟當初的口罩一樣 一直說不用戴 不用戴 是因為不夠 是不是也是 經驗能量也不夠 我們官方也沒有反對擴大檢測 只是說擴大的範圍只到哪裡 那個譬如說我們陳教授講 我也完全同意 可是譬如說韓國瑜他第一時間講 醫護人員4000個 第一線的市政府人員也有5000個 第一線的市政府人員 是你自己想的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東西要經過 專業團體來判斷 說哪一些特定的團體 比較有普篩的需要 因為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比較高 不能你自己想 所以我是當然同意這個說法 可是我們不是這個專業 我覺得哪些特定團體 確實有這個需求 也希望就是學公衛的朋友 能夠把他提出來 用舉例這樣 把他列舉出來 不然我們這樣 就不知道要怎麼討論了 比如說韓國瑜講的 第一線的市府人員 我如果說銀行的櫃台要不要 我都說這樣會舉例不完 你這樣怎麼討論 所以還是回歸專業 讓流行病的專家來列舉 這個我稍微補充一下 剛才郭委員講的這個點 其實當時為什麼境外 一路要做 因為當時義大利完之後 歐洲國家跟美洲國家 他們流行的傳播指數 真的非常高 所以你這樣子 如果你只做症狀檢疫 真的是會 所以才會建議這樣子 海津今天面臨同樣的問題 他們面臨同樣的問題 所以他們以後不檢 我們如果再發生 第二艘經驗感染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 我們的專家 我就覺得 包括我自己在內經驗發生 我都很自責 因為我 羅斯福建 我們都知道 可是我們沒有盡全力去 這樣子一直強化 強化這些訊息 讓他感受到說 醫官應該要馬上知道說 如果有那個警戒訊 連檢有警戒訊 今天這不會發生 當然 好 輝文怎麼看 尤其現在高雄市長韓國瑜 已經開出要普篩的第一槍了 但是受到了極大的反對聲浪 對 我覺得這個 陳老師是太過自責了 真的應該扛起的責任是 國安會跟國防部 我們的學者專家 當然他們有這樣的專業 但是國安會跟國防部 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剛剛先會提到這個普篩的部分 觀眾可以給你了解說 一個縣市長他的權責有多少 我不是要跟大家談霸函 你看那個台中火力發電廠 他該在哪裡 台中市長連智慧的雨滴都沒有 四個顏充繼續燒 台中市長沒辦法 台北市長柯文哲他把文山一跟文山二分區合併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一文山二分區要合併 台北市長沒辦法做主 要警政署同意 同樣的這個做兵推也好 封城的模擬也好 你要做普篩也好 也不是縣市長能決定的 都是控制在中央的手上 所以我的看法非常簡單 要聽中央指揮官的決定 各縣市長不用超前部署 你超前部署幹嘛 都在指揮中心的控制當中 陳部長他們會去處理 陳部長決定要普篩 譬如我舉個例子 全國確診最多的在高雄嗎 顯然不是 最多是在台北市 那應該是台北市先做普篩才對 你那個邏輯不會通的 所以大家 這個部分要順時鐘 因為先為上個禮拜 我們曾經有四天是三零 三個零 然後大家就開始鬆懈了 跑出去玩了 然後跑出去玩之後 海軍的督睦監隊回來 有三個確診 第一天是三個 然後大家臉都綠了 這個東西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羅斯福號跟戴高雷號 羅斯福號有4865個官兵 目前確診有600多人 其中有一個已經往生了 包括他們艦長也確診 戴高雷號的比例更高 他2300多人有1081人確診 可是觀眾朋友你看 為什麼美國的民眾是支持艦長 聲援他 還有人叫他選什麼州長 選什麼參議員什麼的 叫他從政這樣子 大家支援他 然後法國的航空母艦染疫 也沒有人去罵法國的海軍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航空母艦開回來之後 大家放假 然後造成社區的破口 沒有 他是在過程當中發現 他的士官兵已經有人有症狀了 他就通報 說我們要趕快靠岸 然後大家有一些溝通的爭吵 那我們這一次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是沒有防疫好在前 後面發生疫情的 然後互推責任在後 可是對民眾的觀感 其實民眾是很受傷的 我們都支持國軍 特別是基層的士官兵 他們是無辜的 現在還在被隔離當中 可是你們這些到底之前的處理 我解釋一下這個 這是我們之前 因為我發現大家已經都講習慣了 我覺得非常不好 我們是國防部 不是這個部 這個部是當年的洪仲秋事件 一而穿了來的 我今天把它做個簡單的說明 當我的結論 當時在2013的七月七號原 在PTT爆料 他寫了一個文 他說什麼 他說我看過錄影帶 洪仲秋送醫的過程很快 那時候洪慈庸跟他們的家屬 都在找那個錄影帶說 是不是國防部把錄影藏起來了 是不是有國防部 有人說我有看過 我看過 然後檢察官就把這個人找來 是國防醫學院的中校博士醫官 他在PTTPO文的 把他找來 桃園第一任署把他傳來 結果他說什麼 他說我沒有看過錄影帶 我是畫蛇天主 我跟大家道歉 他瞎掰的 兩個字就是瞎掰 我是國防部中校醫官 所以為什麼今天國防部會變成這個部 這是2013年的事情 可是先輝我的結論是說 已經過了七年 現在都2020年了 那個感覺又回來了 你知道嗎 就是說其實在洪仲秋事件裡面的國防部 它是一個 它現在已經變成一個PTT的流行語了 只要你任何的什麼 譬如說我們開直播 他都要把畫面被黑了 大家就說國防部來了 已經變成一個流行語 那國防部已經抹滅不掉 這樣的刻板印象了 這一次督幕艦隊又來這麼一下 我看這根深蒂固 這沒什麼 就變成說 前面還有很多事件 戀戀戀 還有很多 這樣一揹揹揹揹 它一直累積這樣的刻板印象下來 其實它已經貼在 大家原來國防部是會說謊的 是會改口的 是會變來變去的 然後每次講的都不太一樣 雖然剛剛蔡委員也解釋 其中的來龍去脈 可是民眾的感覺是不一樣 大家這麼努力的 在防疫的過程裡面就你回來 先回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你跟羅斯福號一樣 你是先回報說 我的這邊有人生病 不會有人譴責你 因為生病不是錯 不會有人怪你 你為什麼生病 不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有症狀 一定要趕快去找醫生 去求診 不要當超級傳播者 可是你今天回來 大家放假了 跑出去三天 其實你看前面 最前面的三個確診 他們是自己去就醫 跑去醫院自己說 我覺得身體不鬆快 後來去採檢才確定他確診 三天的破口 所以我呼籲大家 我們聽中央的指揮 撐到4月30號 那個14天的那個 撐過了這一次的危機 就如同我們之前遇過什麼 歐美回來的 武漢的包機 鑽石公主 撐過這14天 也許我們可以再次運氣好 如果就這件事來看 就是說我們一級指揮中心 在3月已經開設了 我們的船是在開設之後才走 如果當時的疫情指揮中心 有做了一個決定 因為他已經開設 我們當時在節目中 我們要求 應該要副院長擠得比較好 他們堅持說 我已經開設到一級了 還是用陳時中 那我們就不得其解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有位副院長 他也是學公衛的 也是學醫的 我們覺得 他應該來擔任這個工作 會不會更好 當時我們建議也無效 無效也沒關係 既然無效了 這個艦隊要出去 而且是要跟帛琉是要接觸的 要靠港的 要上岸的 既然要有這麼多的接觸 有這麼多的官司的活動 而且這個官司的活動 是不戴口罩的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如果要釐清楚 或是要對自己負責 對別人也負責的話 如果我們當時的時中部長 有想到一件事 也就是說 對於這七百多位的官兵 全部都進行一次檢測 檢測完了以後他們才走 檢測完確定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出港前 我們的官兵都是很健康的 也已經在船上已經隔離了 這個時候船出去了 假設回來有被感染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一定是在帛琉 因為我們是在那個地方 跟當地人有來往 這個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外交的問題了 因為我們出去之前 我們也很負責任了 但是我們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才要由公衛的專家 來用回溯的方式 用更多的檢證資料 來證明這在帛琉被感染或是什麼 我們也不方便講 是因為這樣的話 因為帛琉說他們沒有 我們說他有 那就變成兩邊的外交關係 就不愉快了 他說我沒有 你一直說我有 然後我們現在變成說 我幫你兩萬多人都塞 我們要幫他兩萬多人塞 人家為什麼要給你塞 這又是一個問題 如果說兩萬多人都能塞的話 高雄人為什麼不能塞 我們也就不得其解了 就是說我們可以對 帛琉的兩萬多人都塞 而且用我們的錢來塞 對我們自己的高雄市民 剛剛院長有告訴我們說 有一些情緒性的比較高的 例如說我們在左營軍區裡面的 因為這些人有上岸 在左營軍區裡面的 這些官士兵們 是不是要塞一下 那麼或者是對醫護人員 是不是也塞一下 這些東西當然也是自願性 他們要願意 那他們不願意沒辦法 不過我們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體會到說 原來帛琉的 我們可以用花群去幫他們塞 但是對於韓國瑜在高雄 要求要對於高雄 做更擴大層面的塞建 那就是浪費工堂 那就是浪費我們的國家資源 這點我就不太理解了 我們的國人的命沒有比較賤 台灣人的命沒有比較賤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台灣人每一個人的命 都是同等尊嚴 同等重要性 那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不能用快塞劑 其實講穿了就是我們 還沒做出來 那目前來講全世界都在缺貨 那如果韓國我們現在買不到 因為這個東西韓國自己在用 他也要供應美國 那我們買不到 我們唯一能夠買到的地方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但是我們又不肯開口跟中國大陸要 我們又不肯開口跟大陸要 我們在全世界也買不到 我們自己也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只好找一堆理由說 不能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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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理由 就跟當初口罩還做不出來 口罩不夠 所以我就找了一堆理由說 我們不用戴口罩 大家不要戴口罩 不要戴口罩 不要戴口罩很安全 等到做出來了以後就告訴大家說 戴 趕快戴 一定要戴 而且還保持適合距離 而且只要任何地方你都要戴 因為做出來了 這個時候我覺得 還是告訴台灣的老百姓 目前來說我們還做不出來 等做出來了 這個時候我敢跟你保證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我敢跟你保證 這個時候他們一定會說 塞 塞 塞 所有的從國外回來塞 漁船回來的塞 然後任何進港的塞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塞 塞 塞 每天都要做 快塞 因為我們做出來了 可是還要幾個月 三個月 為什麼 可是為什麼要那麼久 應該更快 食藥署 食藥署是不是陳時中管 好像是 拜託 拜託 我們打一個綠色通道 我們為我們的公衛專家 為我們的醫生 我們的生計人員 不管是中研院的 我們的國法院的 國防醫學院的 台大的 我們的這些醫生們 打一條綠色通道 讓他們的快塞技 盡快的簡化行政作業程序 讓他們做 接著証說 我們來做訓練的 部長 會變成 部長 空洞 部長 部長 你可以 我 特別